哈利波特学院风带进台大教室里 各学院用不同衣服颜色区分 站起来喊口号为竞赛揭开序幕 虽然是在大学殿堂 但参加的人都是资通讯科技业人士 跨国科技咨询公司举办围棋三天 企业内训从课表设计到线上选课 就像回到大学生活 除了硬知识的学习 就是希望可以知道比较多实物的经验 然后第二块就是认识不同的朋友 过去三年我想COVID-19最重要的一个keyboard 也是各位魔法师最喜欢说的就是数位东西 现场邀请半导体零组件通物商演讲 灌输科技业的最新趋势 因为我们是要服务客户 所以产业的知识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那除了产业的知识本身之外 我们也提供很多解决方案 其实我们把课程分成五大类 第一大类其实比较偏向leadership 第二个部分比较偏向industry 因为我们顾问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懂得客户的语言 第三个比较偏向solution 也就是解决方案 第四类就比较偏向technical 最后一类比较偏向我们叫做professional 全球科技业掀起裁员潮 联邦快递裁员10%以上主管及资深人员 PayPal裁员2000人 欧洲最大软体公司sap裁员2800人 IBM裁员3900人 Spotify裁员600人 矽骨瘦身风 没那么快止息 美国科技业现在似乎仍然被困在景气寒冬当中 2023年一开始 包括微软、Google、亚马逊都纷纷宣布要裁员 1月份的裁员人数创下一年来的新高 而最新数据显示 全球企业已经裁测将近7.8万人 裁员人数在过去两周翻升三倍 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 今年的裁员规模很有可能会超过去年水准 现在疫情后来消费者也更加平衡的在线上跟线上消费 那这些互联网企业在疫情时代有很激进的去招聘的 现在也在做一些人员的调整 我想这也非常的正常 去年因为很强烈的缺货 客户拼命的抢货 那我们也拼命的堆货 所以在去年下半年就造成全面的库存 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短期的 我估计到今年中就会过去 那美国为什么会裁员呢 因为我认为了 就是美国企业的薪资是非常高的 大概为台湾快到两倍半 景气好美国企业提高福利抢人 经济亮红灯 公司就开始缩减人力 反观台湾的情形是 护国神山台积电启动年后真材计划 开出超过300个职缺 IBM也持续招募人才 预计在沿览200位软体开发工程师 IT人员专案经理 聚焦的领域是数据 人工智能和云 所以这三个领域 我们一定会大力的在台湾 召集各方面的人才 那今年我们也希望推出 运维服务 科技大厂意识到 裁员动作是产业饱和警讯 红极冲办人施政荣就认为 产业已经到了积极转型的阶段 从这个产品做产品 逐渐移到应用 就是尤其像我们这个产业 就是暖体加硬体 然后整合 然后体验型的产品 这个是未来的趋势 2023年的景气不一定看好 所以在这个moment 他们就更加需要投资在 IT科技为什么 因为供应链的一个顺行万变 他们需要他们的供应链的整个系统 整个流程更加透明 更加敏捷 每次衰退都是为下次的跳跃做准备 企业只有不断调整自己 才能因应市场环境挑战 TVBS新闻罗氏鹏王浩宇台北采访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